嘿我是Hennyken啦 歡迎回到我們的原位選擇 大家十年快樂 那我們在上一集的時候 試玩了一下這個分裂箭矢的弩 那這個弩我真心覺得用分裂箭矢 其實如果是用什麼單純的藥水劍 應該是沒什麼軟用的 可是可是如果我們配合著煙火使用的話 其實可以達到一個還不錯的傷害 它本身如果裝上煙火然後來做射擊的話是一個範圍傷害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這個分裂箭矢 其實你的範圍會變得更廣 我現在看來我個人是覺得這個貫穿適合使用在箭矢上 然後這個分裂箭矢適合使用在煙火上 應該會有比較好的效益 那這邊的話我又來做了一個新的煙火了各位 上一次的那個煙火就隨便亂做 但今天這個不一樣 今天這個的話有稍微讓它混一點色 來來看看這邊 這個的話是會有紅色和橙色 間隔的跑出來的一個煙火特效 好有點難言語 反正我就是直接放給大家看了好不好 我們先把它裝上這個弩上面 然後往天空射一發 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有點像火焰的感覺 原本我還想要拆一點黃色 可是拆一點黃色的話就看起來有點太奇怪了 再一發 來 有沒有感覺有火焰的Fu啊 我還蠻喜歡的 接下來如果我們真的要戰鬥的話 我應該會拿這個來去作為我們的傷害來源 應該會拿來作為彈藥啦 有可能在下一次我們真的拿來做武器的時候 會用一個比較厲害的煙火 再看看喔 就看我這一陣子有沒有研究它啦 這也是我第一次玩煙火啊 哈哈 不然平常幹嘛要設計這個對不對 平常在原位甚至根本就不會用到它 那這把弩其實也是跟上一集同意吧 只是不大一樣喔 我把它附上了這個修補 所以這把以後應該都會使用它了 如果各位想要幫它命名的話 也非常歡迎在影片底下留個言 看看你希望它叫做什麼 那我會選出一個我覺得最有趣或者是我喜歡的 也有可能是這個戰術最高之類的 看情況啦 反正就會選出一個留言然後附在這上面 如果各位喜歡這樣的影片 也別忘了可以先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也可以留個言告訴我你喜歡這樣的影片 我們每一天下五六禮拜都會更新有味成純 別忘了可以一起來跟手吧 好啦這個弩等一下我們要先收起來啊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做些什麼呢 很簡單就是我們要來準備下一位來賓來的時候 給他的裝備喔 還記得我們之前啊 前面的三位來賓 是三位嗎對不對 我到底邀了幾位了 好反正就是前面的幾位來賓 他們的工具都沒有很好 裝備都沒有很好對不對 下一位來賓如果還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好像有點哪裡不大對了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到非常後期了對吧 我們現在什麼東西都造的出來了 而且這一陣子啊 其實我有在非常認真的去收集這個 玉髓錠啊 我們可以直接飛去村莊齁 所以呢這一次我是決定 下一個來賓我會直接給他完美的套裝 也不能說是完美啊 就至少是全套的玉髓裝然後附魔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這邊換一下這個基底吧 那我們這邊的話可以換上這個補頭 然後我不小心換了三把 好啦我們先各換三把好了 欸對啊我們要疊效率對不對 這可能三把還不夠 好啦稍微花了一點時間 我們把這些裝備 全部給他附到頂喔 幾乎已經接近封頂了吧 那來介紹一下我們身上裝備全套保護4 然後耐久修補以及尖刺3 各位應該很有誠意了吧這個 我就問有哪一個人邀請來賓給他的裝備可以好成這樣的 這一定是頂裝喔 再來比較特別的有這個靴子還有頭盔 靴子的話有深海曼 有頭盔有這個水中呼吸 因為接下來我們應該會比較偏向是在水中的部分 水中有很多東西我沒有攻略嘛 然後城窗我也沒找過嘛 所以對付了一下 那這個頭盔的話其實比我這個頭盔還好 你看我這個只有水中呼吸2 這個的話有水中呼吸3 我原本也想要把我頭盔升級一下 但結果我發現他顯示太貴了 所以好啦算了 只有有機會我們再來更新一下我們自己身上的裝備吧 然後再來工具部分呢全部都有一樣的 效率修補耐久 那唯一不一樣的這個戰場有這個幸運3 因為他原本就附帶幸運1 那疊起來剛剛好就到幸運3了 我後來還有想到一個比較快速的疊法耶 這原本不是都是效率3啊 或是效率2之類的嗎 就很低嘛 其實我可以把它附魔清掉 然後自己附 然後再疊上來 這樣還沒得快對不對 我剛才傻傻的自己疊了好幾把 好啦之後要記得這樣比較省時間 然後這邊的鑽石劍的話是 風力5 修補耐久掠奪 就很中規中矩的鑽石劍 沒有到特別強 再來是 弓的話我有稍微弄了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這個塔 骷弓塔嘛 超多的弓 我就順便附了這個強力5 衝擊2耐久3 然後再另外丟給他一個修補 其實這上面的附魔 除了修補以外 都是這個弓上原本就有 然後把它疊起來而已 這裡真的超會掉附魔攻的 然後再來盾牌 我有隨便給他弄了一個 普通的耐久還有修補 我也不確定他會不會用盾牌 我自己是不怎麼用盾牌啦 所以我自己的盾牌到現在還沒有做 之後有機會再修吧 那我們就先回去吧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要給這個來賓的裝備 再來就是 我們其實是要給玉水裝的各位 所以我們這8件 我們要給他裝上這個玉水錠 讓他升級一下 那玉水錠的話 其實我這一陣子挖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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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勤勞 所以我們有超多的 我覺得我們的數量應該弄個3套沒有問題了 各位8顆香香的玉水錠 好不好 哇 全套的玉水裝 好爽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非常花時間的一套裝備 這個夠有誠意的吧 給來賓的裝備強成這樣 很有誠意吧各位 有人覺得這還不夠誠意的嗎 如果不夠誠意的話 你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說怎樣才夠誠意 這個應該很棒了吧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我們給來賓的時候 不可能一個一個丟嘛 我們要拿個戒服盒 那這個戒服盒呢 我們去拿個染料 染個顏色啦 那這個顏色呢 就跟之前我們給海苔那個一樣 給海苔的我有特別把它染成深藍色 這次我要染一個比較特別的顏色 來來來來來 這邊拿個牡丹 這樣會跑出兩個 好啦 我們把這個戒服盒給他染上去 再來就是我們15還沒有給對不對 對食物也要 食物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到底有什麼食物 這邊有各種的 植物類的 然後這邊有肉食類的 我覺得 啊 我想起來了 我們家裡有一個很厲害的 這個是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拿出來吃的 這樣東西的話 是在我們村莊可以取得的 等一下我家到底是哪個方向 這裡嗎 在我們這個村莊是可以交易取得的 那每次取得也沒有到非常大量 所以我也是慢慢的在交易這樣子 Ladies and gentlemen 這個 金胡蘿蔔 各位 對我 1.1滴的慢慢的在村莊交易到了這麼的多 農夫啊 他有個交易選項是可以換到這個金胡蘿蔔的 那我有把它刷了他們的這個價格嘛 所以其實一個這個綠寶石 就可以換到三個的金胡蘿蔔 那我們這邊的話 給這個來賓的 拿個三組好了 三組應該夠吃吧 金胡蘿蔔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補蠻多的 我自己也多拿一些好了 以後也吃個金胡蘿蔔好像會蠻爽的對不對 我們來吃一個試試看 這樣子吃 喔 補的還算不錯喔 OK 那就給金胡蘿蔔吧 再來就是 我們要把它塞進這個界伏盒裡面 我們先把它這個裝備這樣擺一擺 裝備的話我想要全部擺在中間這個樣子 中間我們要給什麼 我覺得中間我們來給個這個 我想像我想像 金蘋果嗎 好像還不賴對不對 然後金胡蘿蔔這樣擺個 四個角落 中間這個金蘋果 再來另外六格的話 我想像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嘿咻 我們的翹吃 那我們翹吃放中間好了 呵呵 這樣好像蠻剛好的對不對 然後 欸這鞋子應該放底下才對啊 我們這樣子放 再來是煙火的話 我準備了六組 這樣子的話 剛剛好可以放在其中一邊這樣子 金胡蘿蔔我們也放過一邊好了 因為我突然想到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 箭矢沒有給 箭矢的話我們放在這裡上下兩格 啊這底下兩格好了 啊 等一下喔我想想喔 這樣子好了 魯威 史上 最豪華的這個新手大禮包 就這樣誕生了 來我們放出來給大家看 最後裡面到底有些什麼 那其實跟剛才長得差不多了 中間全部都是我們工具 然後藥水箭矢兩組 一個這個橫槍的工嘛 然後六組煙火應該很夠用 再來旁邊的話 欸給了一個盾牌水桶 然後金米蘋果以防萬一 然後三組的基本食物 對超不基本的基本食物 有夠奢侈的天啊 然後一組的原木 兩組的這個墊腳方塊 算蠻爽的吧 啊 我是不是應該要給張床啊 完了 這樣他怎麼擺比較好看 等一下喔我想想喔 這樣子好像還行 好我覺得準備到這樣應該非常到位了 會不會結果到我們真的邀來賓的時候 又發現缺什麼這樣 哈哈應該不會吧 應該還算不錯了吧 然後到時候這個借普盒啊 其實就是給他去裝一些 他在這個期間獲得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盾牌啊 應該是會幫他染個色的 我會用旗幟把它換個樣式 但是這樣子的話就太明顯 我邀請誰了吧 所以我們到下一集再說吧 對下一集的時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個盾牌的樣式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怎麼給他這個禮包呢 我不想要直接丟給他 所以我想要稍微弄一個東西 在我們的這個家裡面喔 這裡的話這幾個箱子應該都是空的 我們把它挖掉了 我家裡不需要這麼多箱子了 我們家裡有超多東西其實都已經空掉了 因為我們已經做藏土了嘛 那我想要來蓋一個簡簡單單的抽獎機在這邊 這個門挖掉 我會在這裡底下放個發射器 上面這裡放個方塊 然後再做一些造型 那按下這個方塊上的按鈕 不容易用到煙火 那他就會把東西給射出來 他就會吸到了 聽起來不錯對吧 我們來試試看 好啦 各位 我們把這個東西 超級沒用 但是我把它蓋出來了 就這邊有放一個按鈕 我們這樣按下去 這底下有一個投資器 就會把東西給發射出來喔 有沒有 超級無用的東西啊 但是我覺得做起來還蠻爽的 哈哈 等到時候我們的來賓來的話 我就會叫他來這邊去領取他的新手大禮包 那這個東西的話我也會來命名一下 然後就像我剛才所說的盾牌 會給他換個造型喔 我真心覺得我這個禮包超級有誠意 對吧 那我們就把它放回這個投資器裡面 ok 讀起來 古愛 還不錯吧 這個應該沒有哪個 也是在做圓會生存呢 給來賓的禮包好成這個樣子的吧 應該幾乎沒有吧 沒有意味的話 接下來的其他來賓 所有的來賓我應該都會給點裝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特別的設計過的裝備 這個就可以再看看了 到時候再說 如果各位對於這些禮包 還是對於我們現在身後的抽獎機 有任何想法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很常會看影片底下留言 作為影片參考 歡迎大家踴躍的留言喔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拿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推特去按個讚 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艾利根 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